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成为盘面当中自尽的避风港 那盘设进步观察 我们现在问你请要到两位专家了 首先欢迎到是品风大众化头顾 蔡丰盛分析师 丰盛老师好 平均午安安 大家午安 第二位欢迎到连前文总顾问 顾问好 各位投资团队好 好 今天大盘再度灌破年限了 怎么做后视观察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那我们川普爷爷又讲话了 每次讲这种话 通常都会造成整个各国股市的一个波动 各位 我相信这些波动 你闪无可闪 你只能正面迎战 而且要用你的专业来克服 这些大盘非理性的一个波动 一直以来我就跟各位讲 股市投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股市套路深 所以说你在股市里面 因为你要赚钱 你要面对很多风险 各位比方来说 你会面对一大堆的一个外资法人 坑杀散户的动作 或者是投信自营商 各位对不对 甚至于说还有公司派 那最可恶的可能就是你的好友 像野狼一样 说好一起买 他先卖 对不对 说好一起卖 他不卖 各位像野狼一样个性 那都是你股市的好友 你搞不清楚他们在想什么 每个人心中总是内幕重重 各位 那回到这个大盘好了 各位 你今天你要用专业 你就不能够去面对 或者避掉这些风险 你要一关一关克服 就像我告诉你的 你今天看到盘是这样 我告诉你 不要怪今天的盘跌 为什么 因为川普什么时候讲话 连他老婆也不知道 各位对不对 现前让不是在找生喉咙 副总统是第一名 潘斯各位你知道吗 美国副总统是第一名 再来连他老婆 梅兰尼亚也有 还有他的女婿跟他女儿 很好笑吧 这就是美国的第一家庭 但是台湾股市 我告诉各位 有很多的个股 你不是今天跌 他才大跌 他才暴跌 不是 而是之前基本面 产业面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我已经提早告诉你 你应该要避免掉的 各位对不对 比方来说2317的鸿海 如果你这个时刻还有鸿海 那就是你不听我的话 因为蔡老师都跟你讲在很前面 各位 8月14号我就跟你讲鸿海了 我跟你讲鸿海 所有的一个什么 产业面的变化之外 我跟你讲 合并手机的阴影 才是最大的梦魇 各位 我跟你说 明基合并西门只赔掉350亿 联想用1000亿 并掉摩托罗拉 当年的第三季也赔了300亿 然后富士康 并掉Nokia的手机 他认为115亿 能够 比人家微软花2000亿 还要聪明多了 用了1.20就吃掉 Nokia的一个什么 一个手机品牌 但是问题在于 欧洲的销售的一个什么 一个费用 各位 亏损了39亿 原先要去抢的嘛 那最重要印度的一个智能型手机 没有是功能型的一个手机 全世界4亿支印度有1亿支嘛 就是很简单的手机公用就对了 今年也提了27亿的亏损 那我问各位 你今天你要去诟病你难道就是为了亏损吗 不是嘛 但是已经造成这个后果了 那后面谁要去接红海丢出来的Nokia 你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各位红海8月14号 当时还83块多 各位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一下 蔡老师跟你讲的东西啊 你不要以为说啊 i10存货的一个损失 或者中国劳工的成本 或者零组件的涨价 这通通不是 真正的近火燎原啊 是富士康115亿 冰掉Nokia手机品牌 各位对不对 8月底还再三的跟你强调 因为那时候啊 我认为啊 79块5 我守不住了 因为已经出现了宣誓性的动作了 各位 也就是K线收盘价已经创新低了 没有破底哦 但是创新低代表必破底 我跟你讲 也许你不知道惨痛性 那我问你2498的宏达店今天怎样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好了 今天 2498的宏达店 不是之前就跌吗 今天为什么不反弹 各位 再创新低 我们打出日K线好了 各位 你不用想啊 这个高点啊 因为那是要月线 因为是从1300块跌下来的 各位 已经跌到了30块了 千元没有 百元没有 连50块也没有 现在30几块了 各位 这就是一个企业的新衰死 会怎样 会把整个企业败光的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蔡老师跟你讲的东西来 你看一下 上礼拜五9月7号 外资还大卖红海14392张 你看一下今天的红海2317 各位 请导播打出来 2317今天的红海 75块1 各位我们打出日K线好了 75块1 今天低点74块8 各位 你再来看一看蔡老师是什么时候跟你讲的8月14号 跟今天的台湾股市大盘9月10号有什么关系 没有 产业面出现变化的一个什么 一个个股你会去报吗 我不知道 但是蔡老师所有的证据 我都放在请自行参阅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 我希望各位一步一脚印的 把你的投资水平专业能力把它提升 今天的台湾股市 的确很多GEO的个股都杀下来了 这也很好 为什么 因为股市要反弹 总是要最后一步打击持股信心 但是有一些个股不是今天跌的 之前已经在破底了 今天照道理来说 这一些该补跌的股票补跌 对不对 那之前跌的也应该要反弹 有反弹吗 各位 6456的GIS 蔡老师8月31号来跟你讲 我说这个贴合的产业 现阶段问题很头大 因为去年AMOLED15美元 今年主打6.1寸的一个什么 LCD的一个手机 苹果再两天就出来 新手机 你就算SY轴从9美元拉到10美元好了 你是不是营收会衰退 各位 那我再跟你讲 他之前就已经跌了 一直跌一直跌 投资朋友还怪蔡老师在讲 说你为什么害 夜城6456的GIS跌 这不是我害的 因为他产业面出了问题 你看一下今天的夜城 6456的夜城 各位 你看一下今天的江波分析 是不是收在最低139块 请导播再换到日K线 各位 你看一下夜城 今天的一个什么股价 从200块跌到139块 各位 我跟你讲的东西绝对都是有条有理 我绝对不会啊 见涨的时候啊 鼓励你去买股票 间谍的时候 鼓励你去杀股票 各位这通通不对 我甚至于跟你讲说 报纸上很多都在啊 害你 你看 要跌之前 还给你发一篇利多 工商啊 我跟你说多好多多好 所以你要不要找专业来帮你忙 你为什么一直要 从报纸上 从其他的一个同业去找个股 各位 GIS 你看 我讲完之后就开始大跌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嘛 那甚至于营收方面来 我问你 今天连营收好的都跌了 那营收不好的怎么办 公布营收 8月营收 GIS 比去年同期衰退37% 你说今天GIS直接在探底 意外吗 各位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你要不要避开报纸跟媒体的陷阱 各位 再继续看下去 2408的一个南亚科 蔡老师在上礼拜是 特别跟你点名 因为我认为啊 这个DRAIN很严重 资本支出太大 涨价停止 还有什么 库存 毛利下滑之外 库存 6到8周 之前才3到4周完蛋了 结果上礼拜五打到跌停 各位对不对 再补上这个消息 DRAIN的一个平均售价 17年涨了36% 18年涨16% 明年预估跌18% 各位 法人如果有这些报告 这些paper出来 你信不信 我不知道啦 但是起码 我会针对几个特定法人 我认为很有公信力的 我会有参考作用 甚至于在法人还没推报告之前 蔡老师早就会做所有的动作了 各位你知道吗 这才叫专业 你如果没有很多研究员 很多的一个产业面的消息 你没办法到达趋吉避凶 各位 你看一下2408的一个南亚科 来你看大摩市井 各位对不对 你再看一看 这些个股 假设这礼拜违背趋势 他明天就要反弹了 假设政府基金要出手 因为政府基金看不下去吗 因为今天大盘跌了121点 照这样跌法 尤其蔡老师又教过你 离拜一跌 通常这个离拜的行情 你要买 你也要离拜三离拜四再买 各位对不对 因为万事吉凶必有兆 好的跟不好的一定有预兆 你一定要去尊重这个预兆 就像一夜之秋一样 各位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的 上礼拜五9月7号 特别跟你点名 矽晶圆产业 前长期合约涨价效应减低 日本第一的信越 占全世界31% 这是全世界第一的矽晶圆产业 持续扩产 各位 依赖了中国市场 也崛起了中国的心声 获得华立委的认证 再加上我跟你讲的 矽晶圆的库存在增加 那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就只有一致性的 我们请导播打出六四八八的 环球金 让大家看 最强的股票细菌源 你不用再去讲中美金了 通通不用说了 各位跌停板 打日K线来给你看 各位 你看蔡老师为什么都要点醒你 不是因为台股今天大跌 而是上礼拜 上上礼拜 甚至于各股产业面有问题 投资朋友 你手上满檔的 我都会提醒你 我所有的证据都放在 品封大中华 赖的生活圈 欢迎你加入 你自己去看 所有的一个印证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你一定要避开啊 产业由盛转衰的一个族群个股 你一定要避开 这不是由你啊 买一张买一百张买一千张会涨的 各位 法人一次到就到一万张了 所以说啊 你说法人会害你吗 不对啊 我看报纸的一个什么 记者会害你 因为他解读不正确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魔鬼藏在细节里 你今天不好好的 从所谓的一个售价 从存货 从毛利 去找出啊 这一些啊 产业由盛转衰的个股 赶快换股 或者不要去买进 那你后面 这个盘式 后面要反弹 要再创新高 也没你的份 因为法人不会买嘛 我讲的是不是很干脆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所有的事情 你都不要去想那么多 就是因为你专业能力不足 所以一切要让专业的来 不然的话 就像我告诉你的 所有的一个动作 都只会让你越赔越惨 各位 因为啊 老虎猛兽 越来越多 老虎猛兽 毒蛇 跟野狼 越来越多 你离你的发财梦 会越来越远 所以好好把握 广告中的咨询专线 有任何难题 找到蔡老师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婷娟 好 那更多的操作的建议 广告回来我们居 请丰盛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帮》 经文排斥解析 跟各股掌握 再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那美国总统川普啊 他说要把苹果所有的制造工厂 撤回去美国 各位那照道理啊 最亲近它的鸿海的一个股价 应该会优先反应啊 各位你看到了鸿海今天这个股价 再度的一个破底 所以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讲 其实你不要去管消息面 因为消息面这种东西 尤其川普讲这些话 要克中国2000亿的税 后面还准备2670亿 几乎就像是年轻人一样 就是什么 越大声啊 不见得会赢 要比真正的硬实力 各位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今天你手上的持股 要换到让头上的产业 才会赢啊 各位 就像我告诉你的 今天这个盘 这样的一个恐慌 这样的一个沙盘是好事一见 为什么 因为要把散户的信心 做充分的一个什么 一个击溃 也就是说 散户通常都用融资 买股票嘛 上礼拜五的一个融资 已经减了33亿 各位融资已经跌破 1700亿的水平 如果今天能够再减个50亿 因为今天有爆量 各位 所以说今天减50亿 并不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盘式就洗得越来越干净 那你知道什么叫让头上的一个产业 各位 跟着蔡老师的脚步走准 没错 各位 我跟你讲过的2330的台积电 各位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所有的一个什么 一个台积电 包括 他的一个制程 包括张忠萌先生讲的EUV AI 跟石墨烯等等的一个新材料 这一些个股演变出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未来会涨的一个什么 一个股票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留意什么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其实你要知道的是 你对产业熟不熟 而不是说今天的一个盘式 跌那么深 适不适合抢反弹 各位 抢反弹也要抢 产业面有题材的个股啊 不然你要去抢那些 只涨1%2%的 各位没有用 蔡老师明天 9月11号晚上9点 我又会上啊 五七金钱报 我又会跟各位聊产业面 像上次我跟你聊台积电 2330台积电 你可以看一下近期的台湾股市跌了这么的很 跌了这么的凶 还是蔡老师跟你讲的2330台积电最强 各位还是平新高嘛 9月6号 对不对 台积电268嘛 各位是不是 我跟你讲的所有的东西 从当初啊 我跟你抓超微 7奈米 8月27号 跟什么 跟MVD啊 12奈米 就可以比较的出来 台积电会爆发啊 各位对不对 这所有的一个东西 都是蔡老师啊 精心研究的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你看蔡老师啊 在这个节目有三个时段 中午12点15 盘中的连线鼓动前潮 你现阶段在看的2点到2点半 一言星邦 以及啊 每周二晚上的9点到10点 五七金钱报 你锁定蔡老师的节目就对了 因为未来大盘的一个什么 一个上工 蔡老师也知道主轴在哪里 各位 就像我跟你说的3008的大立光 今天跌啊 为什么跌要讲 因为这才是产业面嘛 什么叫跌就不讲 各位这有一点奇怪 因为未来他就是让头上的产业 未来台湾股市要涨 还是涨台积电跟大立光吗 你今天看到这个大盘跌 如果你没有买到台积电跟大立光的 你是不是机会来了 各位 因为今年EPS啊 大立光估2205块 明年19年估271块 整体企业的获利能够成长30% 而且问题在于iPhone 你不用去管说 到底是在中国生产 还是在美国生产 那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你看整个产业面的需求度就好 看三镜头嘛 就是光学镜头的需求程度嘛 全世界最高占34%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大立光嘛 你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嘛 各位对不对 AirMoray用三镜头 明年 透两个镜头变三个镜头 LCD明年也会用双镜头 一个变两个 那三镜头的渗透率啊 在今年2018年是1% 1500万支 明年会成长到2亿1000万支 成长14% 后年2020年会成长到4亿1000万支 成长27% 那整体的光学镜头 整个族群来说的话 各位光学镜头 2019年啊 将会成长 整体会成长27% 那以啊 iPhone的一个后镜头来说的话 2019年 整体性可以成长47% 你说今天3008的一个大立光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好了 今天那个江波分析来 今天大立光收多少 收4360块 打出K线来 各位 之前那个低点4350块 今天有破 今天盘中低点4325 那又怎样 各位 你应该知道的是 他未来的一个产业面的爆发力嘛 而不是说盘中啊 拉高你就觉得说 哇他要喷出了 然后沙滴你就觉得他要破底了 各位 所有的动作只要有专业 你都可以驾轻就熟 你都可以从容不破 各位 4500为什么老师看到5200 然后呢 来到5200的时候 为什么我就给你看到4400 各位对不对 这一波不是也攻上了一个5000块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要知道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产业面的情况 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养那么多 产业面的研究也没有关系 你来蔡老师这边借力使力 我能够提早告诉你 不是说一定能够稳超胜券 但是起码呢 一定是啊 胜多败少 各位 就像我告诉你的 三镜头的一个趋势 这都蔡老师8月21号 我在五七金钱报讲的 对不对 三镜头的运用 2018年三镜头预估4600万支嘛 法人原先预估2500万支嘛 2019年 对不对 然后呢三镜头的单价 平均价格5.5到7.2 原先双镜头是2.5到4.4 这不是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什么 一个推估的一个数字吗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你可以好好的去留意 对不对 包括未来的一个什么 苹果阵营跟非评阵营 都是三镜头了 各位这不用讲了 各位像我之前跟你讲的一个高通 你看R17 之前R15的时候 他跟联发科还并用 结果R17 OPPO的一个什么一个手机 已经只剩下用高通 那你联发科说的P80跟P90 还没推出来吗 各位对不对 那当然短线上联发科的股价 一定受到压抑 你可以看一下2454的联发科 今天破底 各位今天的联发科已经来到了242.5 所以我告诉各位像联发科的一个处境 当然需要他好好的一个加油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 可能要更多的一个什么 更多的一个题材 各位 我之前跟你讲的6462的一个神盾 8月营收很漂亮啊 月增34%年增14% 但是你知道今天出现了什么消息 今天出现这个消息更好笑 各位但是我们要重视 不是说好笑而已 各位今天这个消息 你看一下三星指纹辨识听单恐不保 外资竟然喊卖神盾 我可以跟你讲美系外资啊 就是啊 Morgan Stanley就是大摩 所以大摩出去这个报告 非常具备影响力 各位他怎么讲的 他说三星明年啊 推出A系列的手机啊 可能采用惠鼎 我刚刚为什么讲联发科 因为惠鼎是他的子公司 上市的时候 连创15支掌停板就惠鼎 指纹辨识 对不对 然后台厂的神盾 6462的订单恐不保 未来一个月股价恐堪忧 重生减码 而且他目标价给你调到109块 可不可恶 当然可恶 但是我们要尊重他 老师为什么要尊重他 你如果有像蔡老师这样坚强的团队的话 我们不用等这些报告出来 我们都可以提早避开这个灾祸 各位你知道吗 你再看看之前的一个什么 八个外资里面 一个就是Morgan Stanley 来各位 8月19号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市场 就是这么的恶劣 16党八大外资寒买 你自己看在这边 这经济 上面写了什么 外资逆势点名 国际资金持续认同加码的个股 可望扮演贸易战中的乱世指标 各位对不对 选择什么 瑞士信贷 Morgan Stanley 你看到没有 对不对 点名什么 神盾 各位对不对 8月19号寒买 各位对不对 好来你看一下 今天 来 这个美系外资 因为我们一早 报告还没出来 我们就已经掌握了一个什么 一个消息了 所以我们都可以提早的趋吉避凶 各位你知道吗 来你来看这边 来 美系外资表示 神盾过去四个月股价上扬15% 优于大盘涨2% 主要是市场看好 神盾将赢得三星明年A系列的智慧型手机 各位对不对 那你现阶段预估什么 来各位 下面 他预估会由惠鼎取代神盾出货 但是他是写有机会 但是我问各位 基本上这些东西对你是没有帮助 为什么没有帮助 他讲有没有机会 毕竟这个杀伤力已成 所以说我跟你讲 我刚刚一开始就跟你说过 我们要注意特定外资的一个动向 不然外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好的伙伴 你只能信任蔡老师 所以蔡老师能够帮你趋吉避凶 我们不用白白的去高档抱着这些个股 如果这些个股真的有转机 我们逢低再来做一个买进 各位对不对 这叫活化资金 这就是我跟各位说的 这叫纪律性的一个操盘 各位也就是现阶段你必须要知道的是 股市避震低打低 计率投资 持续不断 选对方向 各位这叫股市的一个避震的一个操作心法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所有的一个事情 你只有优先掌握产业面的变化 产业面不像基本面 基本面也许三个月六个月都不变 产业面无时无刻都在变化 所以你必须要研究研究研究 都focus在产业产业产业 我在那边跟你讲 技术面旁门左道太多 产业面的真相只有一个 所以我在那边告诉各位 你错的不好 一定要让专业的来 好好把握广告中的一个咨询专线 让蔡老师来推你一把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亭娟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要提醒观看了 节目当中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海社独立判断 宣传评估风险 军操胜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